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摊牌了 国际华联做出重磅决定 恭喜中国队 韩国队遭毁灭性打击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粉丝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还要说一下 那么最近国际华联来做出了一个重磅决定 那么对于我们中国以及韩国队的一个影响 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啊 北京冬奥会是已经刚刚结束 那么可以说呢在本次北京冬奥会当中呢闹的一个风波最大的肯定就是 韩国队了 在此前的韩国队因为自己选手一些犯规的问题的被判出局 导致整个韩国队因为脚牌不保的话闹出了一个很大的风波 甚至把很多的一些事情呢 要闹到国际仲裁法庭当中 那么导致整个国际华联的脸上无光 也确实呢给这个国际机构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工作上的麻烦 所以在前段时间呢我们也看到了在韩国选手这边参加完比赛 拿到银牌之后的话 那么首先国际华联的已经亮出了态度 把他们整个韩国选手的一个名字呢 从赛斯的一个大合照当中直接出名 这一点其实当时呢已经是看出了国际华联那个不满了 就在最近的话那么随着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呢 国际华联这边又再次 放出了个大招那么可以说呢这一次他们做出了个重磅决定对整个韩国队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 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就在最近随着冬奥会落幕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国际华联在最近的一个 整体的官方动态当中他们也是发布了一张最新的照片合集 在这个最新的照片合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了 国际华联是特意把本次北京冬奥会当中呢 韩国队所有选手故意犯规的一些高清照片呢全部放到了他们官方账号的一个首页 并且的话向全世界的网友在展示 那么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其实就能够看得出来目前国际华联呢已经是正式亮出了他们那个态度 对本次韩国队在这一次奥运会所做出的一些行为呢 是相当不满所以他们有必要或者说他们想要全世界的观众呢都要好好看清楚 所以可以说在此前的话我们也知道呢韩国队包括一些网友呢还责怪我们中国队去故意啊去招惹他们或者说去故意呢去导致韩国队犯规 可以说当时中国队是背了很大一口锅的 但现在随着国际华联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重磅决定呢把这些照片放出来的话 其实呢终于是喜庆了我们中国队的一个冤屈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先恭喜一下我们中国队终于是告诉韩国的网友了我们中国队和本次韩国选手的一些犯规呢根本没有任何的一点问题 当然其实这样一来呢对于整个韩国队来说呢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的 毕竟在此前呢我们也知道呢整个韩国队的话一直是强调说自己没有问题 包括甚至联合他们国内的媒体呢在这个造谣在声势 所以对整个韩国队来说呢其实他们呢一直以来真的是在维护着他们那个面子 这样一来可能呢回到韩国国内呢也比较好交代 但是现在随着国际华联做出了一个重磅决定把照片全部放出来呢 无疑是掀起了韩国队这一次这些犯规选手的一个最后一块遮羞布 来告诉外界大家看看这些真真真正正犯规的韩国队的选手呢到底都做了什么 所以可以说对于这些韩国队的选手来说呢真的是脸上无光甚至也是狠狠打脸了 那么对他们而言呢可能整个这个尊严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存在了 所以可以说我们才说这一次的一个严重性真的是相当厉害的 当然其实啊这一次的话我们也看到国际华联的在发出这个照片合集之后呢 那么在不久之后他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照片给删掉了 但是其实啊既然照片已经放出来其实就证明了他们的态度已经是非常的明确 所以韩国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影响呢应该是蛮大的 但是总归来说我觉得这一事啊整个韩国队呢之所以说会面对国际华联三番五次的一些表态的话其实呢也完全是他们自讨苦吃 如果说不是他们故意无理取闹给整个国际机构包括北京冬奥会的一些主委呢造成很大的麻烦 我相信大家呢也不会用这样的一些动作来回应他们 而且这些犯规动作呢也不是大家故意拍摄确实是这些韩国的选手的啊真的是在赛场上表现出来的 所以可以说对他们来说呢只能够说呢是注定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制讨苦吃 好了本期的阿三坎球就聊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冬奥会拜拜